你听过求生性行为吗 简单来说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为了求生 为了换取基本生存 需要比如说食物衣服住所 才选择跟他人发生性关系 这个状况很常发生在女性介绍的身上 透过这种方式 暂时可以找到借助一晚的地方 世界展望会最新的报告就指出 在叙利亚西北部外界难以进入的难民营 因为11岁以上的男性必须要离开营区 所以当地几乎只有女性跟小孩子 所以又称为寡妇营 这些寡妇营当中 有超过80%的妇女 没有办法取得足够的医疗 有90%的女性感到绝望 她们不能自由离开营地 也就找不到工作可以养活自己或是孩子 有些妇女说 她们别无选择 只能跟看守营区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来换取自身的安全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想看更多 记得按赞加分享